龙珠超,沙鲁的天赋比孙悟空高吗? 如果说天赋制的是一个人天生就具备有的身体机能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无疑的,沙鲁的天赋的却是要比孙悟空高多了 但是如果天赋制的是一个人对于战斗的反应以及经验、领悟等方面的话,那么无疑的,在龙珠世界里面,还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在这一方面上超越过孙悟空 沙鲁作为格罗博士忠于程序的电脑所制造出来的生化怪物,从一开始出现就由于其的体内拥有祝赛亚人、孙悟空及北吉塔、弗丽萨、比克大魔王等人的细胞 因此其的身体机能几乎集结当时龙珠世界最有实力的战士们的优势,既有祝比比克大魔王还要更上一层楼的重生功能 也同时拥有了和孙悟空等人一样在冰死关头可以得以突破极限的能力 作为沙鲁游戏第一个出场的战士,其实孙悟空与沙鲁的战斗更像是一场相互摸底的战斗 孙悟空在战斗中虽然自觉不是沙鲁的对手,但是贫瘠住他多年来的战斗经验以及对他儿子孙悟范的了解 孙悟空知道在孙悟范爆发之后的实力足够于击败沙鲁,而沙鲁却因为从来都不晓得孙悟范的实力在暴走之后可以暴涨好几倍 因此从一开始也就落入了孙悟空的计算当中 在孙悟范终于成功的突破至超级赛亚人2的形态之后,孙悟空又敏锐地感觉到了沙鲁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于是在慌乱中要求孙悟范尽快地结束战斗消灭掉沙鲁 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假如沙鲁也能够做到进一步的突破,更甚至是比孙悟范更强大的话 也就在也没有人可以将沙鲁制服了,说到底,其实孙悟范也就是相当于孙悟空最后的一张底牌 可惜的是由于孙悟范的战斗经验不足,最终孙悟空不得不将沙鲁给带到剑王处去自爆 虽说最终的孙悟范还是将沙鲁给消灭掉了 但实际上左右了沙鲁游戏的走向的人,始终都是孙悟空 从带孙悟范进入精神与时光之屋那时起,孙悟空就一直地在谋划住如何去取得胜利 这其实才是孙悟空的真正实力,不管这算不算是天赋 反正孙悟空的战斗经验要比沙鲁的身体机能要强多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再见